让大陆跟台湾能够谈和平的协议 不要再用军事的方法再给台湾压力 军事带来的压力 台湾许多人民会有反感的 我第一个会建议这样 第二个我会建议 今天也不要让大陆的官客不来台湾 也不要说台湾的农产品你不买 也不要说完全的冻结起来 我觉得双方要打开门来 经济的自由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 我觉得应该要做 甚至宗教的交流也都应该要做 我觉得我会跟中国大陆讲说 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 第三件事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今天还是中华民国 如果我们一直不再去强调说 我今天是台湾共和国或是台湾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外交上面 一直把我们邦交国给断掉 因为你邦交国一直断 断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有许多民进党朋友讲说 那我们就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可是如说国际上的法律来讲 国际上的惯例来讲 台湾如果邦交国都没有了 甚至只剩下几个 台湾就在国际上 不被承认是一个国家 对台湾也会有很大的影响